中国经过这个 几十年的改革 形成了一个 派别复杂的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现在阻拦中共实行所有的改革政策 恰恰是这么一个团体 我们知道这个 从八十年代开始 中共为了推行改革 从政治制度上 你好你好 从政治制度上 确立了私营经济 合法的成为了 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88年 出台了政策以后 跟着 就进行了物价闯关 江泽民上台以后呢 七一八晃的政策有一些偏差 那么92年 邓小平搞了一个南巡 紧接着93年又出台了一个 有关私营经济方面的政治 2004年 是胡锦涛这一任上台以后 签字确认的 习近平上台以后 搞了很多动作 大家看不清他到底要干什么 最后呢 一直拖到2016年 他还是被迫的进行了妥协 从这四次 法律上有关于私营经济 保护产权 从这些条文的修改 应该可以看得到 中国现在形成的这个 既得利益阶层 它其实已经涵盖了 社会的很多层级 它的实力相当的庞大 以至于能左右中央的政策 即便习近平这一届政府在左转 他们也被迫 必须要签下城下之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现在所谓的既得利益阶层 正在统治中国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主要还是分两派 一派呢 就是以台上的这帮人为首的 那么以习近平带个队 那么他们是要再次辉煌 希望在中国 搞出一套 能够自己能说得算的 所谓的中国道路 他已经失去了49年建政的时候 他们所呼吁的 或者说他们试图想推行的这种 有备于中国传统制政模式的 这么一种改天换地的机会 坚持走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实已经被中共放弃了 中共从江泽民时期允许资本家入党 它这个党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 它现在很难自圆其说 那么怎么办呢 他们掺杂了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 另外一个比较出名的派别 应该算是那种叫坚定策离派 他们把自己的财产子女 绝大部分移送到国外 一旦有风吹草动 他们就完全撤离了 至于今后能不能回来 那都两说 形成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改革开放开始 邓小平就没有放过手 我们平常听到的是中顾委 其实呢 下面还有省顾委 市顾委 只是许多人都已经不记得了 他们采取了很多模式 来分润 改革以后 掺杂了私营经济 所带来的利润 最出名的是康华 那么现在 中共要走回头路了 当权的这帮人 他希望在国际社会 如果说对中国坚持隔绝 那么他们就要走向自循环 想回复到计划经济时代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政策 其实已经一步一步的告诉了我们 目前的这个内阁 他就没想过真正的 与外部世界进行谈判 他只是希望你们能包容他的 所有的错误 继续陪他玩游戏 一旦用国际正常的这个经济规则 来制约他的活动 他们必然将退回国境内 进行自首 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 我们这个民族忍耐性相当相当强 你不把他逼到绝路 他绝对不会出头去造反 因为中国历史上 出现过很多农民起义 率先进行起义的 基本上都壮烈 那么中国人不愿意挑头 只愿意跟风 现在中共的管理 是一杆子捅到底的 更别说现在有大数据了 现在的监控越来越完备 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现在看不到 很多人在找 有些人据说已经早了三十年了 我们不能说 中国的问题没有人看到 现在很多人在争执的 并不是有没有看到问题 在中国生活的 很多人都是这个利益集团的 有效的组成部分 甚至在国外 许多人即便脱离了国境线 他们在经济上 也与内地密切相关 他们要不断地从国内进货 把这些初级工业品 迈向周边 包括我在内 这些人呢 是利用语言或者人脉上的优势 为中共下属的各个国资 地方政府 做一个前客 这么一种性质的工作 不管是招商引资也好 甚至做中国游客 做中国学生的 服务工作 都会让他 在住在国 活得很 你让他抛开这一切 你好你好 抛开这一切 来宣告推翻这个政府 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我说 中共这个政权 它目前的既得利益阶层 是涵盖了中国社会 绝大部分人的 中国人呢 没有人不知道 专制的这个制度 它不好 2000年来 我们一直在忍受着 这种制度 最近一百多年 更糟糕 原来只是一个皇帝 现在变成无数个皇帝 以前吗 土霸王 在家里面称王称霸 一个县 哪怕就是一个省 你好歹 你还可以告欲状 你即便就是明告官 打个三十大板 滚个钉板 你最起码里能有 哼冤的机会 现在呢 现在连上访都是非法的了 我们看不到 任何一个有可能快速撬动 中国变局的现象 大家都在忍耐 很多人非常急迫 他们希望把国内任何一次 所谓的变动 都看作是一次机会 其实呢 信息社会呢 确实有这么一个好处 收集情报的工作 完全可以公开的做 比前面几个朝代的更迭 准备工作可以更充分 但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 并没有受到撼动 他们唯一现在遇到的问题 是不确定外部世界的 这种压力 会不会持续下去 如果仅仅是中共之间的内斗 问题并不是很大 刚才一个朋友说的很对啊 上访这个东西呢 他跟那个在网上给你骂人 性质上是一样的 就是说政府呢 他给你骂 他不是完全不给你骂 那么 你任何一个社会出现的问题 他会给你一个发泄的这么一个管道 民主国家不存在上法 这问题好像 很好玩 这样跟你说吧 大多数国家 你要是欺压了他 他有各式各样的渠道 直接就把仇报了 根本就不需要上法 如果他觉得自己占你了 他甚至可以一枪把你崩了 法官不一定判他有罪 中国即便回归到民国 也是不限制公民持枪的 你有合法的身份 你是正常的商人 你是可以申请枪造的 现在呢 现在你连刀具都被管制 你买个玩具枪都得判刑 在这种社会里面 个人对抗强权 赢的机会相当小 中国现在所有的变局 都在这个问题上 那么从目前看到的情况上来看 中共极有可能继续分化 笼络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 坚定地站在他们的身边 通过法律来保护 他们的既得利益 另外呢 就是清洗队伍 不断地让他们站队 站队正确 你就可以继续发财 继续当官 继续参与这个统治集团的分润 我们看到最近一些年 最基层的警察 城管 经常打死人打伤人 昨天还是前天呢 我看到一个视频 东莞的一个小贩 被城管一拳 打碎在地上 很多人说打死 今天我看到有人批谣了 说郑政府 皮特尧 说因为体制好 没打死 你说 你得让这个被侵犯权益的人 体制锻炼的相当好 才能保障自己不被打死 这叫一个什么社会呢 整个社会中 它这个既得利益阶层 如果说不出现大的分化 不出现内部的火病 其实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可能还将继续悲剧下去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隋唐一样 唐朝的理言 是隋墨扬广的表格 隋唐的更替 它完全就是统治阶层 内部的一次火病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机会 可能还是中共内部引起的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群体性事件 它背后都是有一些支撑的 组织几万人到北京 突然围攻军委大院 几万人突然冲进天安门广场 你当攻坚法是假的吗 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事件 它不是孤立的 它也不完全是自发的 几万人所谓的秘密丧经 脱离监管 突然出现在首都 不谈背后的组织 你就想一想 需要多大的费用 我们唯一能等的 就是这么一个机会 看到中国的变化 你只有等 除了等以外 你能干什么 我们在中国历史上 看到过很多残酷的例子 其中有一个比较出名的 叫新会事件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把它忘了 那是清朝刚刚入关 李定国和这个郑成功 准备合起火来打广州 那么郑成功还没到 李定国出兵 围住了新会 就是这么一个小县城 二十万人围一个城 他可以围点打圆 也可以围成功成 最后怎么样呢 最后新会的清兵 竟然裹挟了民众 不仅能抵抗住 李定国的这个围攻 而且在军粮断绝了以后 要求每家出一个人 拿人肉当干粮 最后守住了新会 清军刚刚占领 为什么新会能这样呢 甚至有一些妇女 挺身而出 说自己的丈夫 还没有后代 你把他吃了 他的香火就断绝了 你还是把我吃了吧 那么满清的守兵将领 是怎么做的呢 把人吃完以后 把骨骸送还给他的家属 并且事后 给他立了侦略牌坊 不要说中国人不能忍耐 中国历史上 像这种耻辱的例子 不是一个两个 国内有一点点动静 就以为要革命了 明天就民主了 这种口号喊了几十年 有什么用吗 现在大家应该清晰的看到一点 中共目前推行的所有政策 它都是在尽可能的保护住 政权的支撑 至于对老百姓来说 无所谓 他们甚至可以演绎 最后的疯狂 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政策 它不仅是违反了所谓的人性 它其实也违反了中共自己所提倡的党性 习近平不是一天到晚说初心吗 中共创立之初 牺牲了那么多历史 他们是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即便到1946年 曾恩来在谈判的过程中 也曾经提出来了 取消一党独裁 军队要国家化 现在还能听到吗 中共现在的执政基础 从法理上来说 就不是全民授予的 他们也没想给你们选票 让我们来试一试 他们现在推行的所有政策 都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利 他们给军人加薪 给警察加薪 给所有的公务员加薪 全国经济已经一团糟了 他们还在加税 我们很快 就要实现全民洗淫房产税了 你能说你不欢喜吗 你反对有用吗 中国目前实行的所有的政策 它只是为了保住中共的统治 我想是个人都能看得清 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 它内部是分裂的 不是每个人 幻觉都那么重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 很复杂的声音 甚至有一些 听起来很有趣 跟习近平的声音有一点偏差 我们经常能看到基层 能透出一些信息来 那么有一些人反对习近平一党专制 这个作为党首 不允许党员说话 篡改了党章 甚至发出了几次联名信 要求习近平退出最高领导岗位 这些事件 已经有两三年了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 既得利益阶层 它并不是铁板一块 不要把所有的事都说 中共的权贵集团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内部也分着呢 咬得也很凶 中国未来的变化 其实就在他们内斗的过程中 才会出现变局 光靠一两个人去呐喊 是起不了多大作用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 只有支撑这个王朝的支柱 开始出现问题了 经济 才会发生崩溃 因为崩溃是恐慌导致的结果 革命呢 革命到那个时候 就成为一种必然 所以大家真的不能急 有空呢 多去看一看 看看他们的笑话 可以添把的财 喝个倒彩 三阴风点鬼火的事 可以干 抛头颅洒热血 现在还为时尚早 尤其是在境外 包括我在内 站在安全的地方 说着无比正确的废话 是没有意义的 好了再见